我們來看這個第一題 他們說一個金箔驗電器 這個就是一個金箔驗電器 因帶電而使兩薄片張開阿花角 這個角度是阿花 那它為什麼會張開呢? 就是它有帶電 可能帶正電或帶負電 所以互相排斥的話 所以會張開一個角 他說金以帶負電的物體 逐漸靠近驗電器 靠近驗電器的頂端金屬球 折件金箔逐漸閉合 那它為什麼會閉合? 就是說這個電盒跑上去了 它本來有電盒張開 那電盒跑上去了 那為什麼會電盒跑上去了? 因為負電吸引它 所以這裡原來帶的電是正電 也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它這個張開來是因為什麼? 因為整個金屬球跟金箔都是帶正電 一開始的時候 這裡是帶正電 然後你負電靠過來的時候 把更多的正電吸上去 這就閉合了 然後再次靠近 它把正電盒吸太多 那這樣的話 這裡就會產生負電 那又再次張開 它說 箭逐漸閉合然後再張開 此時以手輕觸金屬球 就是說 現在的話 靠過來的時候的話 這個時候有更多的正電盒在這裡 更多正電盒在這裡 更多正電盒在這裡 那這裡的話 就變成 互電 這裡的話 再度張開的話 是因為這裡有互電 那這裡有互電的話 我現在把手放上去的時候 把手放上去的話 這整個電位的話 就會變成0 因為我手的話 噴過去的話 因為我手的話 是接觸地面的 那地球是一個大的電能 它會把所有的 多出來的電能吸下去 所以這整個 這底下這個 就會變成電中線 也就是說 它放上去的話 這個下垂的話 是因為這個互電能 被什麼 被那個吸下來 也就是說 你手一碰的話 它會把電能吸下來 那吸下來以後的話 然後的話 這個時候先移去手指 那移去手指以後 狀態不會變 因為本來就是 電位等的0 你剛移去手的話 整個狀態不會變 這個都不動的話 狀態不會變 然後在移去帶電體的時候 鍵金箔又張開 為什麼會金箔又張開 因為這個時候的正電能 會再下垂 它本來下垂 代表沒有帶電 這個時候 你把這個棒子 帶固定的棒子移開以後 它正電能再下垂 它會再度張開 好 則此時怎麼樣 A 金箔帶正電能 對 金箔帶正電能 而且還帶更多 比剛剛還帶更多 為什麼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它都是正電 那正電的話 我負電能靠過來的話 把更多的正電吸上去 那這裡就帶一點點負電了 但是總電量是沒有變的 但是你把它一碰以後 把一些負電盒的話 吸到地球裡面去了 所以後來的整個系統的總電盒 會比原來的總電盒 總正電盒還要多 他說A的話 金箔帶正電的這個是對的 B 他說金箔帶負電 這是錯的 這金箔的話沒有帶負電 它是再形張開來 就是他把它拿掉以後 正電盒下了 再形張開來的話 這裡是帶正電盒 所以A是對的 那B的話那就錯了 張開C C的話 它是α 小於β 這對為什麼 因為α是什麼時候張開呢 就是說 你這個沒有拿過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正電盒量比較小 張開是α 那它過來以後 然後你再把手吸上 放上去 把一些負電盒的話 吸下來 那這樣的話 整個系統的總正電盒就增多了 你再把負棒拿掉以後 這個時候 作用後的總正電盒 比作用前的總電盒要多 所以它後來的 張的角度 會比原來張的角度要大 所以C是對的 當然D的話就錯了 那E 他說 金手指流至地球的負電盒 這個對 這裡的負電盒會被吸下來 所以答案應該選 A C 和E